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将这个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引入了歧途 因此这个时候就需要非常坚决的态度来一次彻底的拨乱反正 比如文革刚结束后社会上开始流行两个凡事的思想 邓小平明确的反对说 两个凡事不行 行而上学多了 害死人 有一种风气 不采取老实态度 就试吹 这不行 在改革开放中 中国人没有先例可循 各种观点 你来我往 甚至很多老领导对新事物看不快 阻挠意见非常大 这个时候邓小平的这句口投缠也越来越多 比如 针对一些保守的意见 邓小平明确地提出 不解放思想不行 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 发展不起来 要实现我们的雄心壮志 不改革不行 不开放不行 这几句不行 简单直接又其至先名地 宣告了改革开放的必要性 在改革中 最解惠的就是犹豫不定 刚改革了三天 一看不好又回来了 过几天又开始改革 邓小平深知这种犹豫对改革的危害性 因此斩钉截铁地向世人宣告 中国要想发展 就必须要解放思想 坚持改革开放 这也不需要讨论 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 任何人要想阻挠都不行 正是邓小平的这种坚决的态度 才确保了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 在外交上 好像有一种倾向 就是讲究外交辞令 凡事不说死 让大家都有回旋的余地 但邓小平却打破了这个规矩 说话直接 有力 旗帜鲜明 对于不同意的东西 仍然是那句口头禅 不行 这种直接的态度 反而为他赢得了坦率的好名声 1977年8月 美国国务卿万斯访华 跟邓小平提出了一套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案 邓小平看后 很简单的说了两个字 不行 第二年 在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蒂尔时 邓小平再次提出 美国方面要中国承担不使用武力解放台湾的义务 这不行 后来 邓小平去日本访问 跟日本首相福田舅夫谈起中国的统一时 更是连续用了三个不行 明确表达了中国人的立场 搞两个中国不行 一个半中国不行 一个中国和四分之一的中国也不行 这就是邓小平的做事风格 简单直接 干脆利落 大气外入 他曾多次说过 含糊些词不行 解决不了问题 办事要快 不要拖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